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你可以看得到山东大豆腐那就更好吃 那么越硬的没有水分的拿来做才好 把这个豆腐呢就是这样子给它压得很碎很碎 压一次不够再给它反过面再给它再压一次 你也可以把它包在布里头像洗衣服那样子给它搓 也会把豆腐搓得很碎很碎 那么这样子变成泥状放到碗里头以后呢就加这个调味料 这个调味料呢包括了盐 还有呢就是少许的这个麻油 这里是葱花 还有这个蒸软了的干贝 那么把这个好好的这样子拌一下 另外呢要加蛋 打了的蛋要加进去 好了这样子把它拌得很均匀很均匀 拌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用这个调羹来装 那么为了让它好看你也可以把这个干贝啊不拌在里头或者少拌在里头 这个调羹的下面呢放比较多一点的干贝 然后呢把这个豆腐泥呢就给它拌在上头 这个呢要给它这个抹平了 抹得光光的抹平了 然后呢来给它蒸熟 来给它蒸熟 我想这个谁都会啊 这个很简单 那么这个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碟子上 然后呢就放到这个蒸锅里头呢来蒸 像这里呢已经有蒸好了的 蒸好了的 蒸好了的呢很容易就给它扣出来了 因为它有磨过油啊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扣下来了 那现在呢在要上桌之前的这个豆腐 琵琶形的这个豆腐呢要给它炸过 要用热的油来炸 那么炸的时候呢油要烧得很滚 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 即便是凉也没有关系 冷了也没有关系的 那么在炸的时候呢 撒上一点这个面粉 撒上一点面粉 然后呢就来炸 那么这个面粉呢不单是正面 有的时候反面也是需要一点 所以你这个等到这个蒸好了 蒸好了要往外拿的时候 这个盘子底下一开始就放一点面粉 从这个条根里扣出来 就放在面粉上面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只要把这个正面撒上面粉就好了 然后呢就下锅来给它用油来炸 那么炸的时候呢 这个正面朝下的就快点往里面放 好 就这样子 看你喜欢做多少个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东西呢要吃热的 就是炸好了要趁热吃才好吃 要用大火热油快点炸 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 只要是把外面炸的焦黄的酥酥的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呢是差不多一分钟左右呢就够了 吃这个炸好的这个豆腐的时候呢 要蘸花椒盐或者是蘸番茄酱 也可以蘸这个辣酱油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也可以蘸的辣油调的这个麻辣汁什么的 所以蘸什么吃并没有一个规定 好那么就这样子把它炸好 炸好了如果是请客的话 按照人数一个人能够有两个是最理想 那么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 下面呢这个盘子的下面铺上一点这个蔬菜 或者是把这个橄榄菜的叶子炸一炸铺在下面 那个菜也可以吃啊 就是不完全是这个枇杷豆腐会显得很单调 好了就这样子把它炸的 今天这个时间不太够 颜色稍微差一点 那么摆的时候呢请你记得都朝着一个方向 朝着一个方向这样子给它堆着放起来 就会很好看的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枇杷干贝 加了干贝的枇杷豆腐 因为它的形状像一个枇杷 那么花椒盐可以放在盘子的两边 喝的是用另外的小碟来装都可以 这个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很清楚这样子 好我们明天星期五再见 感谢观看